人類能夠靠科技對抗 極端氣候的變化嗎 進入五月份我們知道 台灣現在天氣越來越熱 可是加拿大居然 熱到引發了上百起的森林大火 這不太誇張 而除了加拿大之外呢 就連現在澳洲地方 或者其他的國家 都發生了非常極端的氣候變化 如果說氣候變化 沒有辦法解決的話 有什麼樣的後果 因為南韓現在說找不到蜜蜂 南法的花朵變質做不出香水 說真的嘉明 我們知道人類想要對抗極端氣候 用了很多方法 科技大廠也運用AI 要來控制極端氣候 可是說真的難度是不是還滿高的 對 明君確實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在想說 有時候氣候 你真的是很難去避免 尤其我們不斷的在製造這些污染 導致現在極端氣候的狀況越來越嚴重 那你要單靠AI 要去防止這些事情發生 是真的比較困難 頂多是多一些預警系統 讓你能夠提早來做準備 不過剛剛明君也講到 其實在 大家還記得去年 其實歐洲 其實非常的熱 因為熱窮頂的一個關係 所以其實歐洲有非常多的 這種野火的狀況 最近在加拿大 同樣也發生野火肆虐的狀況 來看到這個 火其實真的燒得非常的大 而且這還不是說我燒一起兩起 剛剛明君也講到了 其實這已經發生到 將近一百起的野火 到處都在燃燒 今年總燃燒滅氣 已經來到了39萬公頃 你看到這個畫面 你開車在馬路上面 天空偷視霧茫茫的一塊 因為遠方的山都是在燃燒當中 那當然大家會好奇說 為什麼加拿大會 野火這麼樣的 越嚴重 而且五月感覺 它可能溫度沒有很高 對 而且其實要知道 加拿大它是在 緯度比較高的地方 其實過去這邊 現在五月份平均溫度 大概都是落在20度上下 但在這個禮拜 已經出現了好幾天 都來到31度的一個高溫 除了這個野火燃燒的面積大之外 因為其實在這一個亞伯達省 它還有生產天然氣跟石油 所以現在也決定就是說 因為有火非常的危險 所以目前就宣布停產 每天減產至少28萬桶 所以其實這一個能源 沒辦法生產的 這個量還是算相當的多 另外我們來看到南半球 在澳洲其實現在五月份 其實都還沒有 才剛要開始進入到冬天而已 因為澳洲其實在真的 最冷的時候 大概是我們的在七八月份左右 但你看五月份 竟然就已經開始下起大雪了 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這個袋鼠 在這個雪地上跳跳跳跳跳 主要是因為現在是在澳洲的 東澳跟西澳 有兩個比較不穩定的低壓袋 所以帶進來比較強的一些 對流跟一些雲雨的一些狀況 加上今天人的溫度 是真的比較低一些 所以才導致降雪的狀況 非常非常的一個明顯 那另外包含在雪梨 我不知道明君有沒有去過 其實雪梨有一個很知名的景點 邦呆壁 是非常非常漂亮 因為我去過 這次也因為這個低壓袋的影響 是掀起了巨浪 那另外同樣在下雪的部分 一樣是在南半球 在這個南美洲的玻利維亞 最近在這個首都的部分 也遭受到了這個寒流的清洗 加上水氣 你說還沒到最冷的時候 那邊就已經有寒流出現了 對 所以冷空氣直接 直接是灌進了玻利維亞 加上水氣也很夠 所以你看現在都已經 開始在下雨 下雪 甚至還下起了冰雹 你看很多車輛 都因為這個土石 土地泥泞 整個都已經陷了進去 所以這是在玻利維亞看到 而且現在當局也已經是 發布了橙色的警報 因為雨再下下去 河流就有可能會引發洪水 所以你看周邊的商家 趕快有這個冰 冰雹下下來的 趕快掃把它掃掉 但是除了玻利維亞之外 在美國佛州 其實現在也受到 極端氣候的侵襲 降下了 你看很大顆的一個冰雹 而且看到這個畫面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你看旁邊這是 住家後面的游泳池 還有一頭牛 被打 嚇死了 趕快跑 趕快跑 想說怎麼會天上 掉下來這麼多東西 打得它非常地痛 當然除了這個部分 冰雹大到這個泳池的浪 很驚人 而且包含你看這個畫面 在停在外面的車輛 這些冰雹通通都是打在車上 而且你看冰雹加上雲水 混在一起 感覺就像是一個冰河一樣 所以這包含是在佛羅里達州也 包含在德州 德州的部分 同樣也都是有這種 極端氣候的出現 另外剛長到的 都是一些暴雨 冰雹等等 現在把畫面轉到歐洲 歐洲其實現在的天氣狀況 也是極端氣候的影響 現在看到法國 法國其實在今年 這個旱災的狀況非常的嚴重 因為我們講到去年 其實熱窮頂而過 熱浪的影響之下 其實去年就已經很熱了 那我土壤的這個含水量 就已經很少了 那今年其實從1月2月來看 其實法國已經有32天 是沒有顯著的下雨 所以土地變得更乾 同樣是在歐洲 西班牙乾旱也非常非常的嚴重 西班牙我們可以看到 土地都已經乾到 都已經均裂了 所以在今年很多春天的時候 很多農民就想說 這個真的是沒有水 我沒有辦法種作物 就這樣的土沒有辦法種植作物 可能長不起來 對 所以很多農民就決定 我不種了 那不種當然後續影響到的 可能是農作物產量會變少 那有的部分農民決定說 不行 我還是要種 那缺水 我們就想辦法引水來灌溉 但是他其實遇到這個 你就算種了 那他還有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 要去面對就是這個 就是他們當地的野兔 因為現在過去野兔 他可能有水 有草 他就吃水 吃草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剛剛看到那個土地 連野草都沒有了 所以變成這些兔子 你看跑來跑去很可愛對不對 但是對農民來說是頭很大 因為他們會去偷吃這些農作物 會偷吃這些葡萄藤等等 所以我今年要種已經很辛苦了 然後我就算種了 然後還吸引這些兔子 來吃我的農作物 因為野兔以前吃野草就OK 現在沒野草就只好吃作物了 對 所以現在對農民來說 真的是非常頭痛 我種也不是 不種也不是 而且現在聯合國也特別警示了 因為西班牙 目前看起來這麼乾漢的狀況之下 有75%的土地 都有可能會面臨到 沙漠化的一個危險 所以現在看起來極端氣候 對世界各國來說 其實都帶來相當大的危險 好 剛才講到極端氣候 對這個雀巢食品大廠而言 很頭痛 因為沒有水沒有辦法抽取地下水 就沒有辦法做大家非常喜歡喝的 品牌高級礦泉水 那不只如此 其實氣候的變化 有一堆一些動物 生態造成了不同的這個影響 甚至有可能 我們以前常用的東西 未來可能會用不到 對 明君 我不曉得 身為女生應該對這種精品的香水 應該會非常喜歡嗎 當然一定要噴的 對 我告訴你 趁現在有的噴多噴幾下 是 為什麼 跟香水有什麼關係 因為接下來可能 你用的這個香水 可能就不太這麼樣的天然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帶大家來這個南法的小鎮 它叫做格拉斯 對 這個地方它種植了非常多的 玫瑰 葉來香 所以在每一年都有非常多的 這種國際品牌的調香師前來 那它還有這個世界香水之都 甚至迪奧也說 這個是迪奧香芬的搖籃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地方非常的重要 你可以看到種植非常多的這種花朵 玫瑰花 你感覺走進去 你都可以聞到花香 但是你要知道 通常我們來調製這種香水 它用的這一種玫瑰的原油 就是圓的這個金油 它一公升就要用掉 30萬多的玫瑰花 但是今年剛剛講到 其實在歐洲因為乾害 因為熱浪高溫 我缺水 所以導致這些花 要嘛長不出來 要嘛就是它的香味不夠 所以變成說接下來 這些香水大廠都在考慮說 我既然取得這麼困難 也沒那麼多花可以用了 那我未來可能就變成 我用人工調香 有些東西真的是生態浩解 這個你不接受也不行 來看到在南韓 最近這三年來 南韓出現了 蜜蜂消失的一個事件 因為光在去年 其實這些養蜂人家 他們就說 我這個蜂箱放在這邊 都沒有蜜蜂要來 而且頻頻的暴斃 光在去年就暴斃了78億隻 那原本當局想說 這有可能是病毒蟲害的 可能是這個害蟲叫做 蜜蜂蟹導致的 但農民說 這個又不是說 這兩年才出現這種害蟲對不對 我們之前就對抗過了 所以認為說 這個就是一個極端氣候 因為現在的冬天沒有這麼樣的冷 所以蜜蜂他們的 整個週期也已經亂掉了 沒有蜜蜂的話那怎麼辦呢 它沒有辦法去採蜜 沒有辦法把花粉 瘦粉到其他的植物上面 當然也會導致 農作物欠收的狀況 另外在美國 這個蜜蟲 其實它是當地 其實讓人滿頭大的 因為這種蟲 有一種被農作物不好的害蟲 對 人體也有害 它其實平常在冬天 如果夠冷的話 它是會被低溫給凍死的 但是因為這幾年都是暖冬的關係 所以到了春天的時候 它開始大量的一個出沒 那除了這個東西之外 另外包含蚊子也是 因為今年我們知道 在整個美國降雨比較多 那有些積水沒有散掉 蚊子就很多 所以現在還出動了無人機 在大範圍的來撒 這個殺蟲劑 就是要來避免這些蚊子 那當然看到無人機 當然可以用在 就是包含防治害蟲的上面來說 當然對於極端氣候也有一些幫忙 像Google它就推出了一些AI的功能 對於這些極端的先提出預警 因為之前包含什麼暴風雪 海風這些都會提前預警 現在包含熱浪的部分 它也可以提前告訴你說 熱浪可能從幾號影響到幾號 那另外看到這個畫面 它可以預先做防範 告訴你說這段時間 可能盡量不要出門 那另外在都市 我們叫都市熱島 因為很多這一種 高樓大廈 高樓大廈 所以它就會用這個 Google Earth拍下來的空拍圖 告訴你說哪一邊 它這個樹木的覆蓋率比較高一些 比較涼 比較涼一些 那另外也提供給 就是包含你可能覆蓋率比較少的 那你可以再加裝這種反射板 避免太熱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透過AI 那另外更厲害的是在阿拉伯了 我們知道在這個沙漠 感覺你種不出東西對不對 應該是沒作物吧 沒辦法 但是這一個地方 它透過AI 從去年啟動了沙漠種脈計畫 可以看到 其實它透過這些儀器 在這個沙漠上面 包含太陽能也好 它的整個農田 就是在這個沙漠裡頭 它透過第一個 是透過海水氮化的一個系統 來提供水源 那另外 我還去分析了這個土壤 包含我要灑多少水 我甚至每一天去監測這個溫度 我要灑多少水 所以你可以看到 真的在沙漠上 我用AI來計算更精準的話 就可以降低容錯率是不是 對 沒錯 所以在今年 其實真的也順利 是有收成了1600噸的一個小麥 未來這個規模還在擴大 但是真的大家要特別小心的 因為現在隨著這一個 地球暖化的一個影響 現在在南極的這個冰層 逐漸的在融化 現在有研究團隊就發現了 現在在冰層裡頭 這種湧洞層 發現了7種遠古病毒 而且其中有一個病毒 它已經將近了5萬年了 但是它還有傳染力 學者非常擔心 你知道過去 我們看到這個猛馬象 對不對 很大隻 毛很長的 它通通都已經滅絕了 要是當時導致猛馬象 它致命的這個病毒 現在從湧洞層跑了出來 對我們人類很有可能 會有損亡上面那些威脅 所以呢在接下來這段時間 你公開每個輪呢 影片真的超過了 就像傳染力 在內兵閉 吹在週券 有些層 在幻蒜 無所謂 也許 有些人 不是 甚至